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姜阿晴 欢迎您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报 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在今天 北捷总经理遭到了约谈 约谈一个小时到底在做什么呢 到底他的SOP有没有问题 马上就要揭开神秘的面纱 可是我们现在说 现在有人在趁乱打劫 怎么说趁乱打劫 我们今天真的要大喊一声 啥 啥 啥 什么 原来我们的高铁特许要延长35年 那个时候说延长90年 不行 现在说延长到70年 你看看 本来的特许是35年 现在再加上35年等于是70年 而且在今天晚报大家有没有看到 他说我会给大家降价 但是这是什么 你降价以后你又要延长你的时间 35年呢 35年 一个女孩 35年 可以嫁人 我们就讲到说这很夸张 这真的是让人家觉得 你是真心幻觉情 在现在大家在搞这个 北捷搞得这样子外国七出海时 没想到我们的高铁 15一下就过了 这里面有没有土力 我们要讲的是 高铁你当时说要涨就涨 你现在你说特许 你要延长就延长 我想请问中华民国控股公司 是不是你家开的 我们真的要讲说 这真的是太扯了 太扯了 再讲到这个 刚刚说 这整个事情的发展 来看到一下北捷好不好 北捷这个事情发生到 现在第几天 头七都过去了 总经理今天才被约谈 约谈什么呢 你来看看 今年约谈 而且包括了当时的 处理的这个警察队长 也被约谈 这是在新北地检署 下午两点半的时候被约谈 在下午三点半的时候离开 他查的行控通报程序 当时你这个通报 有没有问题 北捷总经理 谭国光一再的说 没问题没问题 那么今天被约谈了 一个小时还会再次约谈 他的态度很低调 他说我只是来做说明了 代表公司配合检方调查 除了他之外 还有一个人约谈 那个人宋警武 就是北捷警察队长 我们知道 这整个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说当时 你是不是真的 没有通知派出所 而且你通知了捷运警察 捷运警察呢 从台北火车站 坐捷运到现场 大概要二十分钟 十几分钟才到现场 你可以看到 今天是第八天 四个死者的厌尸报告 刚好在今天出炉 刚好出炉之外 我们跟大家理清一下 今天的大约谈会有什么事情 大约谈先看到一下这块 这块呢 是可以说呢 整个事情的发展就在于说 他当时在通报的时候呢 4点25分04秒 可以说第一次回报到行控中心 第二次回报到行控中心 为什么要等到车子 抵达了月台五秒钟之后 他们才要往上来通报 谭国光曾经说呢 事发七天之后的致歉 为捷运进车争议致歉 SOP流程没有问题 他只是说 我跟你讲我有做法 结果没做法 我跟你说这个sorry 但是呢 其他的SOP 他都没有承认 来 摄影大哥看一下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检方下一步会约谈的是什么呢 今天有个最新发展 就是呢 这个郑姓同学 他的板中同学 今天被发现了 现在在台大 台大的学生 那么可能要约谈 还有另一方面呢 就是对于正夫正母的话呢 整个的过程当中 也可能会约谈来做厘清 讲到这个 我们还要告诉大家 今天还有一个发展 也是跟这个 所谓的法院有关 不过他是去按铃控告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台中市 都发局局长 穆贵新 因为呢 这里面被讲到说 是不是有所谓 集体翘班的这个部分 那么集体翘班的部分呢 怎么可能 在这里面 所谓的这个 他们就是说呢 上班的时间呢 是下午 两点 一直到晚上十点 结果有的人呢 时间还没到 就会去签到了 怎么有这个事情 又扯到当中的 一名萧姓男子 说呢 是曾经是个 都发局局长的水电工啊 说他的巴骨很强啊 又扯到了 肖家琪的司机啊 整个事情 疑云重重 刚刚双方人马 各自公布了录影带 我们有来自 台中的最新报道 还有一个人物 就是要来讲说 我们的海军陆战队 要讲横的吗 还是这样子 没有啦 我开玩笑 就这样子 我不要 我不要 什么叫做 我不要呢 这实在是太伤人了 我们的海军陆战队 就是在海军当中嘛 海军陆战队 海流到就是蛙人嘛 现在就说 可能传出要 财病的消息 所以在今天 警察就抓 警察中 我现在光是维持秩序 都来不及 结果还有这个 海陆的前辈来抗议 你看看 不满财病啊 老蛙人到国防部来抗议 警察也要维持秩序 他们说什么呢 我们是忠贞爱国 不反国防部 你这个永固案 要财病陆战队 海陆学长们 穿着传统的装备 现身抗议 而且高喊口号唱军歌 结果呢 他们国防部告诉他说 我不是说要裁掉 我是把他并到这个陆军去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陆军 为什么不把陆军的 蛟龙队变到海军 为什么是海军的 蛙人队变到陆军 当中有什么内幕 还有一个 我们要看看 即将要来进行乐谈的 就是我们知道呢 可以说正洁的 板中同学 现在是台大的学生 好 今天有一连串的发展 就要来了解 这整个事情的最新发展 我们来看到 今天的新闻重点 好 今天新闻重点呢 大家就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公仆大俏班 讲的是台中市哦 台中市哦 这里面的成员 结果被一个 民意代表给跟拍了 可是跟拍的版本呢 有三个版本 那也有人说 因为这个议员 他自己在开水电行 所以他是辖院报复 可是呢 到底你这些员工 有没有所谓的 把不该拿走的东西 拿去变卖 今天有没有包庇的问题 一句要来告诉大家 就是在今天 北杰总经理的大约谈 好 我们讲到北杰总经理的大约谈 事实上这个约谈啊 年代演报必须来讲说 是慢了一些 为什么呢 如果你很多市政 要来调查的话 你应该立刻成立 专案小组 而且要避免灭阵 怎么讲呢 很多事情 到底有没有舒适的事情 一查两瞪眼 可是北杰对于说 他到底在当时的SOP 当时的通知状况 还有当时 是不是有所谓的下令 叫司机车子继续往前开 司机抗命 结果这些伤患 才能够救助的这个状况 我说真的在往前开的话 你医护人员追都追不到啊 大家都知道是在什么站 是在江子翠站嘛 所以这里面有没有舒适 为什么有人就是要盖住这个消息 当中是谁在包庇 而且说呢 谈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捷运公司的总经理啊 谈总经理啊 到底背后的巴骨是不是很强啊 我们都想了解这个情形 过站不停 北杰改口的内幕 为什么这样讲 北杰的说法连三遍 5月27号的时候呢 有人投诉说 是不是有下令过站不停 结果呢 要求继续往前开 但是北杰否认 5月28号下午北杰说 绝无此事 但是我们说 请你公布录音带好吗 那么他说录音带已经送剪掉了 可是呢 大家都无法度悠悠之口 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 就发了一个新闻稿 他说行控中心确证了 郑杰下车之后 为了避免折返商人 请列车驶离了 可是呢 司机多次通报得知说 哦 车上还有伤患 于是就变更了指示 通知站长协助 那他说 今天早上再说明一次呢 是由新闻科长 接受我们的电访 说明一次 仍然是一样的这个内容 很显然 检方不买账 检方不买账 也有可能说 听了你的录音带 觉得疑点重重 所以在刚刚 今天下午的时候呢 就约谈了 捷运的总经理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捷运总经理啊 谭总经理到现场 来进行约谈 可是我们要来看到 这个不是说 只有有没有下令 叫人家走这个事情 前段也很重要 就是你的SOP 问题在哪里 在这里为大家 厘清最新的一个版本 就是5月21号 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 司机第一次回报 是在4点25分04秒 那个时候呢 他呢就觉得乘客奔走 可是已经回报了 为什么 为什么你行控中心 按兵不动 然后第二次 在回报的时候 是一分多钟以后 26分的25秒 他说我看到 有人拿尖刀伤人了 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回报 你真的该打屁股 没有回报 等到车子到了 这个江子翠站的时候 才回报 我们要讲 你这32秒在干嘛 你也想说32秒 哎呀 反正就是时间很快 可是一秒钟 就是一条命啊 你不能这样子啊 而且慢了5秒钟 才通知 通知以后呢 行控中心 才通知捷运警察 捷运警察 他说最快的方法 是什么 最快的方法 就是要做捷运 从火车站 做捷运来 不过还好 他们到之前 已经有警察先到了 为什么警察先到 因为有人打了110报案 110报案 所以行控中心 也没有打电话 给这个海山分局长 他的说法是说 因为呢 110打电话告诉我们了 所以我们想象了 警方应该知道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打电话给他 我想请问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SOP啊 你不说不生气 越说越生气 而且你知道 列车到站 警方呢 警方是4点31分 31秒到 医护人员是32分 15分到 可是我们要问的是 你到站5秒 才通知捷运警察 你为什么没有通知派出所 捷警来得太慢呢 是到39分才到 人家说你不能叫他飞的嘛 他一定要坐捷运过来 可是我们就要讲的是 我们现在是什么 3C 4G的时代了 你难道不能通知 附近的警察来到现场吗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讲 在刚刚的最新的 这个约谈的内容当中呢 当然呢 就是谭国光 要来讲的这个问题 他的今天下午 是2点半约谈 到3点半的时候离开 整个态度非常的低调 要厘清的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状况 不过呢 为什么说这个事情 年代晚报觉得这么重要 今天后续的消息 后续的发展仿效恐慌 还是没有停止 像今天除了说 有一个张姓男子 他呢被坐捷运 被以为他在玩那个 他在弄他的这个计算机 以为他是什么 要杀人啊什么的 所以引起有人受伤之外 还有一个新的 北捷号 有人PO白目照 男子持刀搭捷运 他亮出说他的腰带有刀 给他的女友看 立刻被抓 还有新北有个18岁的正姓少年 PO文说 我要杀人在火车上 也是立刻被带回侦办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 北捷公司的总经理 谭国光 在一个小时的约谈当中 说了什么 还包括了捷运警察队的队长 宋景武的约谈 我们的最新报道 北捷总经理谭国光 神隐一个早上 29号下午 被新北地检署约谈 了解一下他们整个的 留通报跟处置的这个过程 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样子 检方大动作 就因为北捷一开始否认 列车驶离 28号晚间10点 又发出新闻稿改口 就怕凶险折返 才让列车开走 后来跟司机员多次通讯 知道车上还有伤患 无法移动 行控中心才变更指示 通知站长上列车协助 说法反复 但其实SOP已经写得一清二楚 列车碰上突发状况 靠站停车开启 车门是优先选择 然后通报行控中心 再通知捷运警察队 110情务中心协助处理 案发当天却是等到列车 抵达江子翠站 4点26分57秒 才通知捷运警察队 等捷运警察抵达 已经4点39分 根本延迟报警 韩国光也是郝龙斌的爱将 郝龙斌又基于他想要 想要看着大卫 想要争取大卫 这个时候他打死都不能 承认是有错 好歹公务人员的基本票 他还可以雇得住 对不对 政治考量以外 包括现实的SOP 整个市政府完全乱了套 甚至28号一度传出 砍人乌龙 处理三分半的时间 乘客物品散落车上 也被轰SOP再次乱了套 是不是要调整检讨 北捷应该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 记者综合报道 我们要讲的北捷再怎么讲 我们现在呢 也是纳税人的钱去付这个钱 现在呢我们刚说 高铁也要延长 它的所谓的期限 然后北捷的问题 能不能够解决 公仆这么的好做吗 今天有人说9A立委 他们的公务车超时 有人说呢 这个所谓退府会 有十几个单位 给人家去吃香喝辣的 年薪500万退休之后 还有这些将领有工作 我们要讲的是 如果说你公仆这么好做的话 你就不要翘班 这是在台中 台中市政府传出了 负责路灯管理的技工 竟然A加班费 就是说我没有加这么多班 我就A加班费 我们希望他能够吐出来 来还原这个事情 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 今天下午整个 就是说爆料的这个议员 公布了所谓的录影带 被爆料的人也公布了录影带 那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来厘清 十六公仆真的被说是 翘班社窃 后台很硬 大揭秘 这怎么讲呢 你先看到5月28号 台中市的建设局 陆登管理科的科员 昨天被拍 就是说在这里面 台中市议员 吴显森 他公布了引带 说梁啊梁啊梁 他说我好想应征技工 后面还有更精彩 这只是一小部分 他公布了三段的荒唐影片 这三段荒唐影片 我们在看到都是翘班 还有说呢 把这个公务拿回家 安定器 疑似要变卖的这个部分 但是我们先质疑 先质疑说 他那个什么时候拍的呢 变成了罗生门 有三个版本 往下看 你看 有中国时报说法说 两个月来跟监搜证 自由时报说 三年来 接获检举 反应无效就跟拍 苹果日报 跟拍 所以到底什么时候跟拍呢 版本不同 他极有可能已经 一直在拍了 但是五月六号展开跟拍 五月二十六号 十一点钟突击检查 发现上班时间 是下午两点 到晚上的十点钟 却出现了登陆不时的状况 什么不时的状况 两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 就是你到底 有没有A东西回去 技工消阻中 被说 五月十二号到 为什么都是五月十二号 他这里面应该是写错了 当中每天五个安定器 他拿废弃的安定器 免费送资源回收 这个是消阻中的部分 那他说这个安定器 我坏掉了嘛 我是送资源回收 有人说你是拿去卖的 一个多少钱 你可以看看这个价格 还真的是不少 如果七十个的话 大概是七万块 好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你有没有撬班的部分 七号十四号跟十六号 这三天当中 像临时工吕荣泉 他就说你签名下午 就是晚上的十点钟下班 可是你人呢 九点十六分 就回到你自己的店里面 你开了个槟榔摊 所以你到底怎么可能这样 你是督教授吗 他今天说他愿意道歉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再来看到 五月七号拍到的撬班 是临时工 拱国龙 他是七点签到 八点就离开 你不是十点才下班吗 他自家也开五金行 大家就说 嘿怎么搞的都这么巧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事件扯到了大关 扯到了谁呢 就是都发局的局长 你看这个都发局局长 穆贵欣 今天早上就出来很生气 他下午也按铃控告 他说我不认识 所谓的肖信的人士 他说我家里的东西都自己修 他怎么会说 他是我的水电工呢 可是他们说 当时穆贵欣当环保局 寄工 环保局长的时候 这个肖信男子就当寄工 他当建设局长的时候 肖信男子就跟着 转任建设局寄工 他曾经担任过穆家的水电工 所以是这样子一个情形吗 这个部分他是否认 我不认识他 另外还有一个福报加班费的 就是陈景清 他是据说是前副市长 现在行政院秘书长 肖家琪的司机 肖家琪今天也回应 他说当初是市府 向建设局戒掉 后来回原单位 我对他的工作内容 我根本不了解 所以这个事情 大家讲到这里 扯到了什么 扯到了一个都发局局长 扯到了以前的副市长肖家琪 但是我们来看到 肖家琪的司机 肖家琪未必知道 那他的司机到底是谁呢 这个司机就是现在的 台中市建设局 技工陈景清 不过我们要讲 有这个所谓的 谁当谁司机 谁当谁秘书 并不表示他就会水涨船高 可是我们要看的是说 到底有没有翘班 到底有没有A加班费 到底有没有把东西 拿回去的这个部分 我们先来看看 提出三段关键录影带的 就是台中市议员 吴显森 一连串报道 先看看他公布的这个影带 驴姓零石工穿着台中市府 陆登管理科的外套 现身在办公室 准备签到上班 当在场媒体问到 是不是经常签到完后 就回到家里的槟榔摊 帮忙雇生意 出面否认 我是早退 我又去接受处罚 我也没有话讲 但是不是说什么 我去那里雇摊 这个真的是很冤枉 相较于驴姓零石工 认了上班早退 跑回家摸鱼 另一名消心机工 遭一员踢报 一次窃取公物 再回自家的水电行 接受完建设局 正风式的调查后 依旧身影 无论是住家和办公室 都找不到人 路登养护克勒比亚 还不止如此 就离员工上下班的签到部 也遭议员踢报 疑似集体假加班 扶报加班费 下午也紧急将签到方式 改成指纹辨识 避免员工续报加班 只是常常公务人员 却传出撬板偷公务 也让市民观感不佳 记者杨恩吉 游彦慈台中报导 我们看到台中 最近事情真的是非常多 所以台中市长胡志强 本来今天没有行程 他又出来开记者会 不过他开记者会 一方面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在今天出来的 远见杂志 公布了这个地方首长 五都六都当中的这个民调 您可以看到 五都的市长的满意度当中 仍然名列第一的 当然就是赖清德 五颗星 连三年 那么局解成局 是连第二年的五颗星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里 在蓝英的部分 拔得斗州的是朱立伦 他是四颗半星 新北市长 郝龙斌是台北市长 是四颗星 可是最后的是胡志强 胡志强是唯一不及格 59.7分 但是他已经比去年是要进步了 但是讲到这里 我们讲到最佳进步奖 你看看最佳进步奖 冠军是黄建廷 台东县长黄建廷 第二名是朱立伦 新北市长 然后呢 这个卓博元 竟然是彰化县长第四名 大家都说 你这个根源有成 可是这个之前的案子 好像扯了半天 都说他还是进步到第四名了 总之呢 这里面我们要看看的 这整个的选举跟什么有关 当然呢 蔡英文就说 要打赢七合一的选战 打赢七合一的选战 台中是非常艰困 可是讲到台中非常艰困 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今天跟台中相关的事情 除了之前的这个地下道 不幸富人淹死之外 还有这个民调之外 就是我们讲到的 今天台中市政府的公仆 怎么会被拍到说 到底是不是凉啊凉 而且在这里 有所谓的A加班费 然后又扯到是 都发局长的水电工 又说他的后台非常硬 那我们刚刚讲说 他拿回去的这个安定器 我不知道什么叫安定器 这个路灯的安定器 他一般是可以变卖嘛 他是避免这个接电之后 灯泡短路的 其实市价大概400块到1000块 那您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今天被讲到这一点 当然都发局长很生气 他就暗邻控告 他告的就是 这个吴显森妨碍名誉 然后台中市议员吴显森 为什么报这个料 有人说他自己也有经营水电行 或亲友有水电行 他说我举发弊案有错吗 我们来看以下的报道 那可能不可以做不死不当的指控 为了自清台湖市都发局局长 穆贵心一状告上法院 暗邻控告的对象 是爆料议员吴显森 不满他说的这句话 这些人都有特权 北京真好 白股真好 说一说就收掉了 原来议员说 集体诈领加班费的技工 八股很硬才会为所欲为 所谓的八股 指的就是都发局局长穆贵心 还点出被拍到偷搬公共物品的 肖信纪工 因为和都发局局长关系良好 还曾到局长家当起水电工 才会行尽嚣张 但局长气的说 根本不认识肖信纪工 在我家里做水电工 那他就要清楚的表示 我家在哪里 那我家的内部的城市是怎么样 几乎没有人到过我家 另外一名陈信纪工则被点名 曾经担任过 行政院秘书长肖家琪的司机 靠关系在单位吃得开 福报加班费 不过肖家琪回应 他是借调过来的 只待过一阵子 不清楚 相关人都极力撇清关系 但建设局路登科出包 已经不是第一次 两年前就被拍到 公家的电线杆 没人管理 被包商当成自己的物品使用 再到大坑山区堆放 之后又有人多次举报 福报加班费 市府依旧放任不管 没有检讨改善 才会一再再遭人勾病 这刘洪吉胡杰伦战记 台中报道 而还要告诉大家 在今天呢 包括了各地的 这个从大雨变成豪雨 大家要开小里的 但是我现在就在说 在这个北部就是在淡水 还有在乌来很严重 那么中部的话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在哪里呢 就是你看看苗栗的走山 您先看到 在这个台湾的这个部分 北部呢 像淡水国中 早上九点开始暴雨 汪洋一片水淹到小腿肚 淡水国中旁边有个地下道 完全没有办法进水 它的积水已经80公分 要特别小心 那附近有一个叫正德里 真工社区 他们说 没水必淹 台水设计不良 遇到大雨就淹 他说大八 八年 八年都在做大水 这实在是也有可能 但是你看这乌来的乌新路 真的好感觉 它那石头掉下来 车子被砸到 人还好是跑出来 女驾驶是无伤 可是在昨天 这个离山的土石流 到今天还没有完全的脾袭 一分钟的山壁 整个都凸光了 不过我们要讲的是 今天的状况 您可以看到 今天的这个状况苗栗 苗栗的观音道 走山非常的严重 整个崩塌下来 你看这样的一个雨 怎么会崩塌成这个样子呢 好 讲到这个呢 我们就来看看 在这当中是哪里 你看这个雨量 桃园以北 从大雨变成豪雨特报 大豪雨地区 有包括了基隆 新北跟这个北市 新北市已经二级的警戒 累计的雨量 阳明山是265毫米 那么在石河局 这个224 还有北头区 都是在山区的部分 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然后请导播看一下 这个画面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记者 就来到了苗栗走山 崩塌的这个现场 相当之严重 旁边还有台铁的 山线列车经过 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苗栗市新英里的 观音道附近 发生走山 附近居民说 当下听到 还以为是放鞭炮 跑出来查看 才发现 陡峭的山壁 整个松塌 而泥土相当松软 不断有土石滑落 不过路更是柔长寸断 居民吓得都不敢睡觉 一夹多热山 全部走掉的 有听到喉咙喉的声音吗 有 很大声 受到连日来的豪雨冲刷 28号晚上11点多 观音道附近 大约有四公顷的山林 整个滑落 导致两处 栽种树苗的温室塌陷 而早在去年的 台美台风期间 观音道就曾经 因为大雨冲刷 导致道路中断 苗栗市公所 才编列1000万元 经费修复 没想到又发生 大规模走山 道路位移20公尺左右 连地力也因此中断 它施工进去了 这全部都做好了 它本来连这个博坎 是一起的 这个发酵 今天要做的 现在不能做了 居民说 当地除了30多户 住家受到影响 就连走山地点的 正下方 还有台铁山线火车 会经过 只是梅雨季 雨势一波接着一波 也让居民胆振心惊 就怕再次发生 走山意外 记者彭光许 游彦慈 苗栗报道 提到要小心 我们要来看到 连盛文为了选台北市长 他不是到日本取经吗 可是在取经 今天我们就看到 引发了一些话题 这个话题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民进党的洪志坤 就说连盛文是居傲 还是愚蠢 我想说话为什么讲这么重 原来在他的脸书当中 讲到自己是国民党的台北市长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他应该是要写成台北市长候选人 但是您可以看到 这个部分他有道歉了 但是道歉了 而且澄清之后 也发现了一些些微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哪里 就是连盛文在日本 虽然见到了日元先生 非常的厉害 可是他提了一些政见 有没有相关呢 他讲到了地下话 新生高架的地下话 被人家说 高抠林 下面不是刘公俊吗 先来看看 这个是洪志坤 他在今天早上发文来比悟 说什么呢 说这里面 国民党台北市长 怎么说国民党台北市长呢 连盛文就说 一个多小时之后就改 他说是国民党台北市长的参选人 可是呢 当然民进党中指挥 洪志坤没有放过他了 就批他说 你是不是可 怎么回事啊 自己说自己是市长 但是呢 连盛文很有风度了 他说发稿之后有所疏漏 非常感谢大家 未来会更加的谨慎了 但是呢 当然这里面 大家都会给他一些严格的这个抨击 不过我说实在 假如是我 我发文有时候也会一下子贴 少贴了什么字 但是一旦更正以后 你立刻更正就好了 但是有人会挑毛病说 你前面更正 你后面的文没有更正 我说我如果用脸书 我也不太会弄啊 我就把它全部删掉 重写一份再贴上去 不过那个是一回事 另外一回事比较大的 就是影响到市政的是说 新生高地下化 我们知道新生高 在过去我们跑新闻都讲过 新生高是台北市的几个围桥之一 而且那个地方经过 当然是有黄金地段啦 是不是地下化要怎么做 也许可以说 地下化以后 我们是不是把那个地 可以有黄金的使用 这是我的想象 但是呢 这个消息一出来 马上就被讲了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的前首相小全 提出再现日本桥的蓝天 它的高架道路地下化 可以用于30年的新生高 连圣文是这样子讲的 可是我们看新生高在这里 新生高在这个地方 旁边呢 有一个捷运新生站 那这下面他们说呢 是流工郡 也就是一个水路 宽有13公尺 那你要把新生高地下化 你要挖 下面是河 你要怎么挖 那经费从河而来 破坏有历史意义的流工郡 等于是消灭文化 毁灭城市 那么姚文智马上就说 红胎来啊 你现在是不是要怎么做 这姚文智就在批他嘛 但是地下化呢 并非不可能 大家不要为攻击而攻击 所以呢 我们就讲到说 这个话题是可以讨论的 因为他人在日本嘛 大家看他可能讲不见的讲清楚 如果有这个想法 他山居时可以工作 花多少钱 大家愿不愿意 这是可以讨论的 不过我们现在来讲到一点 还是念字在字 为什么连胜文 他到了日本造势 可是呢新新闻文出来的民调 他在这个地方啊 你可以看到的 就是大安文山区啊 他呢 是输给了柯文哲 这个是铁票区 怎么会输掉呢 我们来看看 今天连胜文 对于脸书的吐锤 还有新生高 他的最新说法 我们采访小组 在日本的卫星报道 在国民党东京支部 连胜文提及 东京都市更新经验 有意将台北新生高架桥地下化 遭网友反批着下头 可是柳公俊 工程要怎么做 把这个高架桥变成地下化 在河流的底下 再挖一条这种隧道式的这种通道 那我认为这样的做法 当然在技术上 昨天听他们讲的非常详细 是可行的 那当然就花很多钱 这是最大的问题 无独悠 连胜文粉丝团脸书比悟 提及日本行 把自己称为台北市长连胜文 遭名将中职委洪志坤炮轰 还没投票 到日本就自称台北市长 这行为是傲慢又愚蠢 我们在跟行程的过程当中 然后又要做一些文书上的处理工作 那候选的三个字是我的疏漏 这个部分非常的抱歉 连胜文幕僚赶紧出面澄清 忙中有错 一趟日本行聚焦连胜文 亦有小状况 也考验连胜文团队的反应能力 记得黄志杰 从慧云 日本东京采访报道 不过这次呢 在日本的这个行程当中 大家以为说记者跟着去 是不是他们有什么招待什么 绝对没有 大家都自己付钱 外国我们都有感觉说 自己付钱 可是到了那里怎么搞的 通讯都 他当地的采访的过程当中 刚刚我们看到 联络人也要想个办法 因为如果你去造势 那么记者也去采访了 你新闻传不回来 那是白搭的 而且这个反应要非常之快 就是说今天 如果民进党批评你了 你立刻就要回应危机处理 不能够在那边凉啊凉啊都没事情 这当然是一个选举当中 年代晚报给连胜文的中顾 另外我们在讲到说 今天讲到跟我们什么关系 对不对 我们有没有办法助手 我总觉得说 你危机处理很重要 等一下我们就还要讲 另外一个危机处理的鲜明的例子 你先看到 这个立法委员 被说公务车 有十个大户曝光 你就是超时使用 然后每个都说 我没车 你没车你又有钱 你财的立委 你又用公家车 真的我们看看 两个肥猫 一个是立委 一个是退降 可以去做肥猫 年薪500万 9A立委的滥用排行榜 No.1是陈明珍 林明珍 209小时 No.2是杨琼英 179.5小时 第三名是黄志雄 127.3小时 那么林明珍 他几乎是人家的这个三倍 这都超时100小时以上 那其实在这里 包括了黄昭顺也是 还有绿营的蔡黄狼 徐欣营 国民党徐欣营 还有李沁华 第八名是田秋景 然后再来就是蔡景龙 以及郑如芬 他们都是有超时 你看郑如芬这里排名第10 他超时96小时 前面就不用多讲 大概都是100到90当中 立委人士就说 有人当公务车上政论节目 你是不是公车私用 哇 现在上政论节目 大家都要想 这里面好像几乎都有上过 没有上过就说 Safe 我没有事情 对不对 可是我们讲这个 你当时这个出来的时候 不是有些立委的公务车 也被人家砸被人家趴 那都是纳税人的钱 那就是公务车 那除了立委之外呢 我们要来看到的 就是我们的退降 退降之前不是讲过说 他们有什么三结奖金 然后又有年终奖金 又要改革有的没的 那是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说 为什么他都可以转进到 退府会的旗下的17个 所谓的肥猫单位呢 他这个所谓 新字号天然气的动作 年薪430万 加18%是45万 年薪将近500万 那这里面呢 2010年到2013年的肥猫 你看看 今天这个退府会主委 董祥龙他说 薪水不得超过 部长级19万500块 是新订的 你又不能够脸退休凤 这样对国家好啊 我每年省了3000多万啊 可是大家说 你34个人 这些年薪是不是都太高了 都是好几百万 他讲说 不是黄金养老院啊 立委这样子质疑他 但是他的回答说 你不想你的工作比较好吗 对不对 你工作比较好 下一个工作更好 是很正常的 可是我们要讲 很多民众可能连一个 看得到也吃不到的 粽子券 现在就没了 根本就是不可能实施的 他就在吃你豆腐而已嘛 好我们来看到退府会 转的公司董祥 年薪的排行榜 都是两百多万 如果以年薪来讲的话 两百多万 还没有加年终奖金 不过今天呢 跟这个董祥龙 有个事情相关 我刚刚就讲到说 这个海陆 我们以前说 我们知道男生 都不喜欢抽到 海流啊 海军陆战队啊 这里面他们就是说 要病到陆军去了 他们今天就抗议 非常的不满 今天啊 董祥龙说话 董祥龙他以前是 海军司令耶 他就讲说 哎呀 陆战队是不可或缺的兵种啊 他说海军是我一生中 最重要的岁月 他对于海军啊 非常的深厚 他觉得怎么可以 病到陆军去呢 所以呢 我们看看陆军 有一个海龙挖兵 然后海军有一个海陆 海军陆战队 所以现在是说 可能海军要病到陆军去 那我就要问说 那为什么陆军 不病到海军去呢 我们今天就讲 我不要 我不要 我帮他们讲话 我不要 我们来看看 今天这个谁是肥猫 他的待遇多优于 退役前在职的薪资 事实上我就讲 我们每一个人 找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先决的条件 就是说 我下一个工作 要比我现在好啊 退附会主委 郑郑友词 极力辩护 为的就是旗下 转投资的天然气公司 董祖总座多游 退降转任 有人年薪高达430万 300万以上的也有8人 总共43人被质疑 是肥猫 为什么你凡是60以上 都60岁以上的 这个将领去兼任 因为他的职务啊 有高低 我们需要他的学历 我们需要他的精力 比他现在的待遇高 这是罪恶吗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 每一个人都往上去走啊 好 我们来看到这一点 当然这样讲没有错 但是呢 如果说就像今天呢 我们说呢 这个大家讲到说 是不是啊 未来我们的22K 或者有人讲说 我们根本工作了20年之后 还是拿28K 30几K 真的就是我们怎么 没有那么好运 那人家怎么可以说 一个工作结束了 马上下一个工作 又是年薪 可以拿到将近三四百万 不过我们来讲到 今天这个社会的现象 要来面对 捷运不是单通的交通事故 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 家庭教养的问题 学生教养的问题 还有就是社会的问题 今天北捷白目抛照 还有新北一个18岁的 郑姓少年 都是因为亮刀呛瞎而被抓 最新的报道 捷运站里人来人往 不过不同的是 人人都多了一份警觉 29号凌晨 就有一名22岁的江姓男子 跟女朋友搭乘文胡线 男子和女友 炫耀自己身上 带了一把皮带刀 纵使没有拿出来挥舞 却被耳尖的同车厢乘客听到 这名乘客听到车厢里面 有人带着皮带刀 这可不得了 赶紧找上捷运站里的警察来帮忙 而警方听了也不敢大意 立即根据这名乘客 提供了三项特征 年轻人身穿身色上衣 并且身上有些刺青 在出口处将他拦下 这名热心哥 不只通报站内警察 还在出站之后的凌晨12点10分 打电话到110 强调有人带刀 再次确定警方知道这个消息 甚至到了凌晨2点 还打电话到1999市民专线 询问人有没有抓到 让警方大赞 他真的很热心 根据行为人称 好的 我们来看到的 在这里真的是很热心 大家现在都是全部的警备 广告就回来 我们要来看到 可是我们政府当中 还是有很多值得监督 什么叫做虾中之虾 等一下为大家 揭开神秘的面纱 什么叫虾中边之虾 以及在今天 有这么一个活动说 5月31号要发起 甲午变天的运动 这到底是什么 另外我们再看到 没想到 死亡之后住的这个地 怎么可能20坪就要多少钱 他写说2600万 搞抠零 今天还出现了气阴 真的是这么不同吗 我们今天年代晚报的评论 要告诉您 今天的重点是讲 惊弓之鸟 为什么说惊弓之鸟呢 广告就回来 我们看今天的新闻 跟名侦探柯南有什么关系 还有跟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有什么关系 以及要告诉大家 这就是我们整理出来 捷运局从521事件之后呢 整个的新闻稿 很多篇呢 他透露了什么玄机 内幕报道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晚报的现场 我们说为什么讲 今天有什么新闻 是虾中之虾 这就是虾中之虾 今天连晚的头条 头版告诉我们说 高铁要降价 你高铁要降价 血那么大 你骗我们不知道吗 重点是 他特许期要延长35年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 里面就搭配了 这才是事实 这才是牛肉 原来叶匡时说 高铁要减制六成了 特许延为70年 之前他本来说 他原来的特许是多少 35年 他说我要延长为90年 大家就说 你都已经赔钱了 然后要涨价就涨价 怎么可以 赔钱的东西 你还要延长90年 他现在说 好了那我降价 然后我延长到70年 我想请问观众朋友 这种心理 可以这样做吗 我说这事情 不能这样做而已 因为高铁你有很多状况 你跟国外的 这个很多官司 还没有处理好 你当时是所谓殷奇 一些台湾的一些 大富大贵的一些人 集资出来的BOT BOT到处来就甩手说 我赔钱啊 我不干了 然后现在就全部 叫政府来cover 叫政府来cover之后 你现在有个高铁公司 然后你现在呢 又说呢 原来的董事长不好下台了 然后现在你又要怎么样 你又要延长 你可以这样子做吗 这都全部是吸我们的血 然后哪一天 你也许降价了 突然你又告诉我们说 我还是要涨价 你交融部长也管不了我 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呢 立委秀公不要随便就放掉 除非大家都有拿到非常好的 关照一下 对不对 要不然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我们再来看到在这里 这个就要来告诉您的是什么 这就是说 诚信是很重要的 可是呢 诚信曾经是什么 曾经当时啊 车水马龙 到后来啊 门前冷落 我们要讲的是谁 马英九还有赖清德 为什么这样子讲 言而无信 众人捧便 众人唾 唾气的唾 先看马英九好了 马英九总统啊 昨天在中常会当中 针对谢龙界 不是杠上了赖清德 说要赖清德兑现政治承诺 等一下我们为大家解释 他就对赌啦 反正就是无奈人啊 清不清白的问题啦 那谢龙界说 我下台啦 你下台啊 那赖清德说 我才不要跟你玩啦 意思是这样子 可是呢 这个马英九就说 国民党言而有信啊 高道德标准啊 自我要求 跟民进党形成强烈对比 立刻就被吐槽 当然大家吐槽的 就是说像林义士之类的 可是我们不要讲那个 我们看看马总统自己好吧 你的言而有信 比一比是如何 633做不到 你愿意捡薪水 那你讲的啊 结果你说 捡薪水不能解决问题 然后当选之后 要当全民总统 不兼任党主席 那你讲的啊 你说我仍然兼任党主席 然后呢 他说我要教育我的子女 身身适世为台湾人 结果女儿都有美国籍 这实在是 我们找到这个资料的时候 这个鱿鱼啊 我们的制作人都已经肚子快笑破皮了 因为觉得说 实在是太吊诡了 然后再来这里呢 1998年 我说过200次 我不选市长了 不要再问我 结果他选了嘛 对不对 台北市长 1998年 只要我当选台北不淹水了 后来到2000年 才隔两年 他就说 我不能保证不再淹水 然后你看看这里 纳利丰灾捷运 不是当蓄水池吗 你记得吗 SOGO那时候捷运蓄水池 他说什么 不能怪我啊 这2001年说 气象局不准啊 结果经过这么多事情 6 他为什么写是289 我跟你讲 我郑重的觉得这是打错 对不对 689嘛 689万的票 还是让他来当总统 当总统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还是愿意选你啊 还是愿意选你 还是愿意给你机会 可是你不能够这样子 就把大家就当成个笑话 上次说网路上 最多讲的是什么 XD 然后再来就是689 好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那赖清德是怎么回事 赖审 他说不随之起舞 他没有辞职问题 他担保呢 可以说吴乃仁 洪其昌是没有贪污 法官再审显示 当初的判决是有问题的 那当时这个情形怎么样 3月24号 我们为您还原 他就是情累 快要流下泪了 他说我愿意用我的政治生命来保证 他们两个是清白的 结果呢 3月25号的时候呢 这个 你可以看到谢荣介就说 如果两个人都无罪 我就辞职 好 3月26号 赖清就看到宣判了 吴乃仁呢 还是有罪 可是他从三年捡到九个月 宏其昌是无罪的 所以在这里面呢 当时他们曾经有过一贯这样子对抢 所以呢 这个谢荣介就说 好 那我辞 那你当时说你的政治生命是什么 你说吴乃仁是清白 可是吴乃仁还是有九个月的罪啊 那所以怎样呢 你要不要辞呢 他就说我才不要辞 当他两个对呛对赌以后 赖清德说我不要辞 理由是说 我相信他们清白啊 他们重审表示司法有问题啊 所以我不跟你辞啊 那有网友就说 哎呦 其实赖清德不要当时讲话讲那么快 你跟人家对赌 对赌的话 人家就会说叫你实现 对不对 连马英九都说 哎呀你没有承诺 对不对 可是网友就说 谢荣介换赖清德 然后赖清德换马英九 这样个两年也不错 他的意思就是说 谢荣介辞的话 那赖清德也辞 那赖清德辞的话 马英九就可以辞 哪有这个逻辑 没可能的事情啦 太太多啦 但是我就说 近离界的事情就是这样 今天我真的看到一个 所谓连胜文的启示 什么连胜文的这个启示呢 就是说 当时他批马英九的时候 人气高涨 可是现在是不是马英九 也成了他的累赘呢 你可以看到 这次新新闻出来的民调 很难想象的是在 在文山区大安区 你可以看到 他是38.3 然后柯文哲是42.4 我们找了一下过去 大安文山区的选举 从1994年开始 当时是可以说 陈水扁对黄大洲啦 然后是马英九对陈水扁啦 马英九对李应元啦 还有再就是好龙斌 对这个谢长廷啊 好龙斌对苏贞昌 全部在这个地方 都是必胜区啊 几乎领先 这个没有double的话 就不算是正常啊 可是你看怎么会这样呢 这是一个隐忧耶 当然我们可以讲说 新新闻没准啦 要不开始不知道 他们跟我说 连胜文他就是有一个权贵的原罪吗 他住在地堡 他不想搬 他觉得我不要为你而讲 那不想搬 可是我权贵的阴影 能够去得去吗 还有就是中国的阴影 能够去得掉吗 他们跟中国这么过去的 这个经商的关系 这样的阴影去得掉吗 还有我们要看到的就是 所谓的蓝绿之间 所谓铁票区的这个崩坏 讲到铁票区的崩坏 今天年代网报也要跟大家讲 很多事情也会崩坏 比如说新闻媒体传播的崩坏 我们过去来讲就是老三台 我当时当主播老三台 后来出现了很多的cable 现在有很多的网路跟新媒体 但是年代网报在这里讲的是 网路也要负起责任 我今天要引用的这篇文章 是我们过去政大的学长 他是陈国祥 他是中央社的社长 他写了这篇文章 我看了蛮有感触 他说当偏见经由分享 转贴串流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过去主流的这些媒体 遇到了个人媒体 网路提供的使用者之后 受到了冲击 大部分都会选择喜爱的 然后很多人变成了 网友就变成了什么 转贴的中介站 所以你会转贴转贴转切 可是在转贴的过程当中 小新就会以而传而 你可以看到像郑杰的事情 郑杰的事情呢 我们今天特别来讲这一点 就是前台北县议员廖小青 他在他自己的脸书当中po文 po文以后讲到了 就是说郑杰跟郑逢时 有什么样关系 什么样关系的时候 可是他是引述别人的 但是因为他po上去之后 大家就讲他 讲他他赶快下来 而且他也盗窃了 那为什么今天年代晚报 讲这个事情呢 我们今天因为我们联络不到 这个廖小青小姐 我知道他还是要争取选举 我们也祝他顺利 可是年代晚报讲了这件事情说 你不能因为年代晚报收视率高 你没有讲的话 你就要塞到我们嘴巴里 因为有很多媒体私底下告诉我们说 听说他说谁说的 就是年代晚报1800 张晓晴挑战新闻说的 我们把策入带都掉出来了 我一个字都没有讲 所以在今天我们要来看到 你能够来面对吗 今天我们的记者跟你求证 他说你应该去问写读家的数位网路报 陈先生廖小青调查 点点点 他说他会盗窃已经成为事实 他说吴慧君是抓网路过来贴 媒体对于政家也太宽容 以及体恤 这都是他网路上写的 他还说呢 我简单的回应转贴 等等等等 他说我这个我的这个想法中间的空窗期 我不该没有求证 他也承认 他说我不想再理你们记者 我也当过记者 是啊 我不管你有没有当过记者 但是我跟你讲 别人没有讲的话不要乱讲 所以年代晚报在此郑重的说 如果我们做错的事 做错的话 绝对会公开的澄清 try go 但是如果在网路上的造谣 或者要把别人的话语 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年代晚报绝对在同时段跟你对呛 我们要看到的就是郑逢时 郑逢时的律师说 好到时候他来帮我们告 郑逢时驳斥 而且说要提告 谁再说郑杰是郑逢时的侄子的话 他立刻就提告 我们要讲到这一点 还是提醒大家 东西可以乱吃 减肥就好 话不能够乱说 网路消息有法律责任 我们看以下的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在今天大家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北捷里面 因为这样子以儿传儿 就是讲嘛 有人说什么叫血丝变儿 我的耳朵里 我的眼睛里出现的血丝 传话传话 血丝变羽毛 羽毛变什么 到最后变一只鹅 你看北捷 这个事情 大家当然第一个没信心 第二个一喊到说 砍人 全部的就跑了 你看admin到这里 第三车第二车第一车 当时这名张姓男子 24岁 他在这个地方 他是什么呢 其实他有上过电视 穿红色T恤 24岁玩计算机 那有人说呢 他妈妈说 他应该是什么什么儿 我觉得他就是特叫声啦 因为他是真的 开根号六 六次开根号 都可以背起来 真是太厉害了 他当时是在玩他的计算机 那主要是旁边的人碰到了 然后就说你要干嘛 第一个误会 说你要干嘛 他没有好好回答 他也不懂得怎么回答 人家就说 他穿了上衣 脱了又穿回来 在车枪晃了两天 这是第一个误会 然后第二个误会 就旁边有一个人 就赶快去干嘛 拿了这个 这个喷的这个剂 就是说灭火器 就说 你要干嘛 我就赶快跟你对质 问你对质以后 这是第二个误会 第三个误会 就是一传出来说 有人要砍人啦 结果所有的人就跑 一跑之后呢 理性男子跌倒 咬伤嘴唇 还有个张姓女子 扭伤了脚踝 后来随车员警改道 把他给带回去 他妈妈感到现场很痛心 他说 我的孩子有自闭症 但是我不羞愧 他不会攻击人 社会恐慌造成这样 真的是太可怜了 那我们再来看到的 真的 他到从头到尾 还是保持着这个微笑 那其实我们要讲到 这一点的 就是说呢 这整个的SOP 还是触动到说 如果说有人这样子喊的话 你不知道的话 你造成了一个误解 会有非常的危险 他说是台湾的 Rain Man 数学天才 24岁的他 这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我的江心比心 如果自己的小孩 这样子自己会难过 他说他不怪社会大众 但是这个恐慌 跟过度的反应 让他觉得非常可怜 我们再讲到这里 那真的是 在这里面 所有该负责 该弄清楚的 不就是捷运局吗 捷运公司的总经理呢 谭国光在今天 他被约谈 约谈能够说清楚 当初的SOP 能够说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我们来看看 今天呢 捷运局也公布了 今天这个张姓男子 造成恐慌 昨天晚上 这个监视影带 大曝光 我们的报道 捷运约谈上 一群乘客 神色慌张 飞也似逃出车厢 张务人员和警方 冲入车厢戒备 接着证明 身穿粉红色衣服的 张姓男子 就被带离 气氛紧张 路过乘客 还以为又发生了 恐怖事件 521捷运跌写案发生后 民众人心惶惶 28号下午5点多 一名领友身心障碍 手册的男子 在捷运板桥站 往永宁方向列车 一边玩着计算机 不小心碰到身旁的乘客 双方发生争执 一气之下脱去上衣 民众见状 以为又发生砍人事件 有人按紧急通报纽求救 有人打119通报警方 结果证实是虚惊一场 他不小心碰到旁边的人的手 然后那个人就吓到了 因为就被震结那种 就捷运就吓到了 然后旁边就一个去报警 然后有人报警 就大家一风而散 以为捷运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我没有讲清楚 大家都在那边传传传 哇 结果把我儿子 传成恐怖分子 那不是很可怕吗 由于捷运板桥站 离发生叠血案的江子翠站 并不远 更让民众犹如惊弓之鸟 看到一群人奔跑 也有人跟着跑 结果慌乱中 一名男大生摔倒 咬伤嘴唇 还有民众拿起灭火器 要来攻击这名张姓男子 发生那件事情 一定会比较紧张 不要看他 就是脚不要脱就好了 张姓男子在警局询问后 已由家属带回 自从叠血案发生后 台北捷运草木皆兵 现场气氛一有不对 就可能引发民众恐慌 就连警方也绷给神经 验证以待 记得综合报道 很多事情怎么会说不清楚呢 那么公务员到底要做什么用呢 你可以看到 到底有没有下令过站不停 这个事情就讲得不清不楚 我们今天从5月21号事件发生 到昨天5月28号 来看到他发了很多篇的新闻稿 第一天5月21号的时候 他说台北捷运公司 全力协助家属善后 5月22号的时候 他就说警方4分钟内 就抵达现场 这里就讲说 过了3分48秒来到现场 这个跟媒体讲的有所出入 然后5月23号的时候 他又发了一个新闻 我们都觉得标题好像 还是强调那4分钟 他说这个事件 相关人员都依法定的程序 好 再来看到5月26号的时候 他说这里面我们提外界说 错误信息给这个捷运公司表达歉意 因为我没有禁车 那5月27号 5月28号分别就是说 我要赔偿560万 还有祈福的这个动作 可是昨天晚上5月28号 就是针对所谓 到底有没有下令过站不停的这个部分 他就说了 他说我要求司机 那个谁下车以后呢 就车子抵达江子最灿之后呢 那就可以说呢 这里面并没有所谓过站不停的这个情形 他说我是通知站长在月台协助啊 所以我不可能叫他过站不停 好 讲到这个 我们要讲说 为什么我们对公务人员这么的要求 为什么我们看到说 有9A的立委 这个坐公务车过时 或者是说呢 我们看到有公仆这样子 A加班费非常生气 你要看看我们的现况是什么 我们的现况是死买不起 生养不起 死买不起 今天在山芝有个墓地 它叫日光庭园 20瓶2300万变成2600万 我觉得它等于是多少 一瓶是多少钱啊 我觉得不可思议 有这么贵吗 一百多万以上耶 塔位无瑕 而且这里面说是很大咖的人打造了 王霞军啊 安藤忠雄啊 可是呢 马总统说 要打造青年住得起的台湾 我看现在连死都死不起了 对不对 那今天不是还有一个 说把小孩 一个外拥 他其实不是因为经济 他还是拼经济来台湾了 他说因为他生了小孩 怕人家不让他工作 他就到超市假装捡到 就警方掉了监视录影带 发现他并不是捡到 这根本是他的小孩 所以他在今天呢 就坦承了这么一个消息 自导自演 好 讲到这个 我们还要告诉您 民众不难之下会有什么呢 所谓的甲午年的大事 这是当时 郭台铭说的 甲午年会有大事 你看看发生什么大事 沙石车撞总统府 大屯山发炉 内壳改组 太阳花学运 北结杀人事件 结果呢 今天有个记者会 我吓一跳 他说原来当时 我们有一个 所谓的轰炸台北 1945年5月31号 台北大公席 造成了亡灵 没有慰藉 所以他们当时 5月31号 他们就要来开一个法会 这到底是什么 这当然是用这个名义 可是呢 是不是表示 对于所谓的政府的不满 他们也要宣泄呢 不过我们在这里呢 还要来特别看到的 就是公务人员 你看看这些 今天刚刚为您报导的 公务员 为什么引带当中出现 有人把这个安定器拿回家了 有的人根本就变了都教授 还没有到时间 自己也知道 自己能够迁到 自己能够下班 这真的是那一年 我们一起翘的班 也在台中啊 台中的 这位不幸往生的 她的丈夫怎么说呢 难不成下雨进到地下水道 竟然说是她的错 我的情绪可能很激动 但是我真的 真的是希望我太太 是因为这样子而 而消失生命的 最后一个人 你说的程序都没有错 广告就回来 还要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自禁区啊 有人说是自禁区 在今天下午又炒成一坨 结果呢 陈宝基说 没有人泡我 就表示没有人关注 我不知道那个泡是什么意思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知道自禁区炒到不可开交 那么在今天有一个最新的 台湾指标民调的数字 在这里一小块 你遵命一点 就是说呢 两岸并不属于同一个中国的 你可以看到表态很明显了 2013年48.1%这么认为 结果到今年已经变成61%了 但我们要来看到的 就是说在这里面 我们是不是变成金工之岛 金工之鸟 连粽子都吃不起 连坟墓都躺不起 连捷运都不敢搭 还有连学校都不敢去 有人还拿尖刀 我们继续回到现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